第八百九十四集 荆州刺士环伟去世 大将军环玄让环修接替环伟当了荆州刺士 从事中郎曹靖之对环玄提示说 环迁环修兄弟内外专权权势太重 因此环玄以南郡向环石康代替环修担任荆州刺士 环石康是环玄三叔环霍的儿子 刘玉在永家郡打败卢巡 追到了靖安郡 一路上捷报贫船 卢巡从海上乘船向南方广州逃走 何无忌暗中到刘玉军中 劝刘玉在快基郡政府所在地山音县起兵讨伐环旋 刘玉与土豪孔靖策划此事 孔靖说 山音县离首都建康太远 起兵推翻环玄很难 何况环玄还没有篡夺皇位 不如等到他篡位之后 从京口起兵 刘玉认同 孔靖是进城帝司马眼时的太长孔渝的孙子 九月 托拔归在首都平城以南 归渡雷水以北 修建新都 环玄的心腹 世忠 殷重文 散其常识便饭之 劝环玄早日接受靖安帝司马德宗 善让的皇位 为此 他们暗中撰写了家九夕的文书 和新皇帝即位时 在祭祀天帝的神坛上 宣读给天帝听的侧命 以环迁为世忠 开赴一同三司 陆上书氏 王密为中书建 代理司徒 环印为中书令 加授环修为府军大将军 环印 姿 茂远 孝武帝司马耀时代的忠臣 荆州次是环冲的孙子 九月十三日 靖安帝任命环玄为相国 总百魁管石郡 封楚王 家九夕 允许环玄在他的封地 楚国 设置丞相以下的官员 现在东晋对环玄 有威胁的人是刘玉 环玄为了试探刘玉 派环迁私下里对刘玉说 环玄的功勋 与美德得到天下人的尊崇 朝廷封他为楚王的盛情 他多次辞让 你刘公认为 他接受 行吗 刘玉不露声色地说 楚王是宣武功的儿子 功勋美德盖世 近世衰弱 民众已经很久盼望 政权移向新主 趁天运善让 有什么不行的呢 环迁要的就是这句话 连忙高兴地说 您说可以就可以了 新野巨人 鱼泽是殷仲堪的同党 鱼泽听说环违死 环师康还没有到荆州上任 于是在新野起兵到襄阳袭击雍州刺史 逢该逃走 鱼泽一时有了七千人 于是鱼泽设谈祭祀司马氏皇家祖先七庙 宣布说他准备讨环旋 因此荆州政府所在地江陵城 人心浮动 环师康到达荆州 发兵攻打襄阳 余作失败后 逃到后勤 因环旋起兵到建康 从建康逃走的高雅之 上表南烟皇帝慕容贝德 请求讨伐环旋说 只要南烟出兵帮他讨伐环旋 即使不能扫清吴郡和快击 也可以收复长江以北地区 中书侍郎韩范也上座说 如今近世因衰弱而动乱 东进长江淮河南北的户口 没有多少 守军单薄 最重要的是环旋武逆 上下离心 以陛下的神武 发一万步骑兵去 进军必然土崩瓦解 陛下得到东进以后 后勤北魏 不足以成为我们的敌人 开江拓土平定东吴之功 正在今天 失去时机不去夺取 东进的豪杰一旦灭了环旋 重新修复德政 不只是健康不可得 连长江以北东进的土地也无望了 慕容贝德解释说 朕以旧邦覆灭 想先定中原 然后荡平东进拥有的惊扬二周 所以没有南征的想法 对这件事应该召集公卿商量 慕容贝德说完 在广固城以西练兵 参加的步兵有37万人 战马5万3千匹 战车1万7千辆 南烟的公卿都认为 环旋刚刚得志 不能去攻打 慕容德才停止了这次军事行动 冬季十月 楚王环旋上表朝廷 请求从孤淑回到他的楚国大本营 荆州江陵去 其实环旋并不是真要回荆州 而是篡位新切 他说回去只不过是要威胁朝廷 目的是想让安帝下手照 坚决留下他 留下他的目的呢 只有一个 那就是早日善让皇位 为了配合当时人的天命官 环旋又谎称 前堂将临平湖冰冻的湖面化开 江州降下甘霖 使百官齐聚祝贺 以此作为他环旋接受天命 让安帝善让的吉福征兆 环旋还以前世都有隐士 始于自己这时没有出现高明的隐士 为他当皇帝出谋划策而苦恼 于是他派人访求 得到了西晋时的隐士 安定军人皇甫密的六世孙皇甫西枝 为皇甫西枝提供费用 让皇甫西枝隐居山林 随后环旋操纵安帝 征召皇甫西枝为著作郎 让皇甫西枝坚决推辞 最后操纵安帝下诏 表彰皇甫西枝形成影响 给皇甫西枝的称号为高氏 当时人为了讥笑环旋 称皇甫西枝为冲饮 也就是冒冲饮士 接着环旋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 施恩于民 又想废除市场上流通的钱币 用古箔取代 恢复肉刑 这些刑法制度复杂 一时无法确定 导致更改反复 一时没有施行 环旋生性贪婪卑鄙 只要高雅之士有法书好画 以及清雅别墅 他就会以玩薄熙的方式 巧取豪夺 环旋尤其爱珍珠宝玉 这些古玩珍宝 他从来不离手 10月20日 拓跋归立皇子拓跋寺为齐王 增加拓跋寺的官职 担任相国 拓跋少为清河王 增加拓跋少的官职为 征南大将军 拓跋西为杨平王 拓跋要为河南王 10月23日 北魏将军尹卫 率领两万骑兵 袭击高车与众部落 圆河污贫 11月初时取胜 安帝下召楚王环旋 让他在楚国 使用天子的礼乐 环旋的楚王妃 称为王后 世子改称太子 11月初六 环旋的心腹变范之 为环旋送来了 安帝善让地位的诏书 善未诏书是 临川王司马堡 逼安帝写的 司马堡是 禁元帝司马瑞的第四子 武陵威王司马西的曾孙 11月21日 安帝司马德宗来到大殿 派兼任代宝 代理司徒的王密 捧着玉玺受戴 敬献给环旋 安帝善未环旋 第二天 安帝出席宫 迁到永安宫 11月25日 环旋将司马氏皇室祖先 太庙神主牌位 迁到狼牙国 穆章和皇后 以及狼牙王司马德文 都被迁居到 司马德文的司徒府 百官到孤淑军阵 劝环旋进京当皇帝 12月初二 34岁的环旋 在孤淑的九景山 已被修筑神坛 12月初三 即帝位 环旋即位 向天神宣读册书时 多处飞薄晋朝的过失 有人劝环旋 不要过度匪薄 环旋却大言不惭地说 谦让之文 正好陈述 让天下民众知道 怎么能欺骗上帝呢 随后 环旋宣布大赦 改司马德宗的元兴二年 为自己处地的勇史元年 以南康郡的平固县 封给安帝 让安帝称平固王 便墓地司马丹的和皇后 为陵陵县君 狼牙王司马德文 为石阳县宫 武陵王司马尊 为彭泽县侯 追尊环温为 环楚宣武皇帝 妙号太祖 南康公主司马兴南 为宣皇后 封儿子还生为豫章王 让会计内使王渝 担任尚书蒲业 王渝的儿子王随 担任中书令 王随是 桓氏家族的外甥 十二月初五 桓玄从孤淑 到建康皇宫 登上皇帝的宝座的时候 突然龙椅坍塌 面对这一不吉利的 反常现象 群臣大惊失色 阴中文灵机一动 奉承说 这是陛下的圣德身后 大地不能承载呀 环玄听了很高兴 梁王司马真知 晋国大臣孔谱 带着司马真知 逃往淮南郡政府 所在地寿阳县 马真知是司马西的曾孙 司马的孙子 司马西的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爹地下的声音 我赞 订阅